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你们的内心还是存有火焰 这火焰是面对这一生的内在驱动力 你们就像一只鸟 一只美丽的天堂鸟 被囚禁在了黑暗 发霉 潮湿的监狱中 但是 你们到这座监狱来是要做一些事情的 你们来挽救一个隐藏在某个角落的孩子 那个孩子被恐惧别人的局限性想法和周遭的社会所迷惑住了 那座监狱不是真实的 但对于那个孩子来说却是真实的 墙壁很坚固 房间很暗 你们来救赎这个孩子 有一条走出监狱的路 但是 你们必须先找到孩子 想象一下 你们以鸟或天使的身份出现在那个黑暗的房间里 你的身体 你的本质散发出光 在那种发霉 潮湿的空间中 你们会发出柔和的蓝光 孩子看到了光 也感觉到了内在某样东西在生起 因为那个东西把你们认出来了 他知道你们是家的能量 是信任的能量 是光的能量 你们现在对这个孩子说 出来吧 来找我 我是你的母亲 感受你们内在的母亲能量 感受内心的温暖 感受你们对脆弱的人的同情 感受对自己以及对他人的扭曲和破坏的同情 感受你们内心的温柔 你们所有人都带有母亲的能量 当我是约书亚的母亲时 我是地球生命的母亲能量的代表 但这是一种宇宙能量 一种赋予生命的能量 既保护着生命又赋予自由 这种能量降临到了你们身上 你们能在自己的内心中找到他 是我最深切的愿望 因为你们非常需要这种能量来疗愈自己 现在让孩子走向你们 用你们的眼睛和手向他打招呼 也许孩子会感到被忽视 感到害怕或敌对 感到悲伤或脆弱 看住他 把他拥入你们的怀里 安慰他 不要尝试改变任何东西 只需用他所需的温柔包裹住这个孩子就可以了 当你们完全按照原样接受这个孩子的时候 你们就与他合一了 你们会把他识别为自己 内在的孩子不是一个独立的事物 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 而是你们自己的一个面向 你的尘是自我的一个面向 但是作为一个人类 你们倾向于意志或忽略自己的情绪 因此一部分的自己被困住了 因为他无法表现出自发性 因此这种方法可能有助于你们内在孩子的显现 并与这个孩子见面 但是请记住 你们与这个孩子合而为一 这是你们的自发生活 他的情感和激情是生活本身的一部分 现在感受这个孩子的生命能量 感受他的纯真和原始的喜悦 每个孩子都有快乐 都有生存 探索和体验生活的意愿 让这个孩子的原始生命能量 重新进入你们的身体 并进入你们的能量场 这不是过去的痛苦和负担 而是这个孩子最初的活力和灵感 要认识到这个孩子是坚不可摧的 你们经历了许多创伤和痛苦的生活 然而你们的孩子仍然想生活 但需要你们的照料 因此你们必须用爱把它包裹起来 并与这个孩子一起从那个潮湿的监狱中逃离 去找到那条逃离的路吧 也许墙壁会自行掉落 也许窗户会大大的敞开 但你们要去找到那条出路 然后张开翅膀 让自己漂浮在空中并感受自由 感受这只鸟或天使的强大翅膀的保护 知晓在你们的生命中 你们是真正的被承载起来的 你们不必独自承担 当你们倾听自己的心声时 周围的力量会不断地想要帮助你们 你们需要感受犯错的自由 因为犯错是人之常情 你们来这里是为了学习的 或更确切地说是玩耍和尝试新事物的 虽然这样做可能会跌倒 允许自己拥有那样的自由吧 就像孩子学走路或学骑自行车一样 你们可能会摔倒或弄伤膝盖 但不要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太过严苛 爬起来感受你们从宇宙中获得的支持 感受生命之风的承载 非常感谢你们的关注 感受聚集在你们周围的爱的能量吧 2020年10月15日 大脚星人理事会 开启你的第三眼 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 一辙马克兔文 大家好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你们联系 我们非常渴望看到大家 能获得更多的透视能力 超感知能力和你们的第六感 我们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 是带着这些天赋和能力进来的 而另一些人则是在觉醒之后 发展出这些天赋的 但仍然有很多人尚未利用这些力量 毫无疑问 这些力量确实让人变得更加强大 一个有透视能力的人 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对于拥有这种能力的人来说 从一开始可能就是一种诅咒 但他们是开拓者 他们决定比大多数人更早地发展这些能力 这样就能向你们展示如何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天赋 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得到升级 激活 以及一个非常开放的第三眼的必要协调 对很多人来说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 现在是让更多人觉醒的时候了 这是让那些沉睡者醒来的最直接的方法 因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许多人的第三眼将会开启 你们目前所经历的这一次大规模觉醒只是给开始 还需要更多的人觉醒 你们中有一些正在接收这条信息的人 将是帮助那些刚刚打开第三眼的人类同胞的最佳人选 你会接收到呼唤 因为你一直想为他人服务 他是一种天赋 看住别人发展他们的天赋也是蛮有趣的 这会给你带来话题 他给了你一些可以交流的东西 而这也是人类此时所需要的 你们需要感受到彼此之间的联系 因为有些人会继续采取各种方法试图分离你们 但是没有人能阻止人类醒来 而这些第三眼睛的开启 这些透视能力的激活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 对于许多人来说 这将是一次在唤醒 一次在开启 因为他们小时候拥有这些天赋 然后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失去了他 很多人都是这样 但是在这个时候 雪崩般能量的到来 支持这么多人打开和唤醒他们的第三眼 是没有什么能阻止的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0年10月15日 佛陀教导 灵修与平衡 传导 卢尹 佛陀大师说 灵修是一个让自己达到平衡的过程 你们在三维世界灵修 就是在将三维中相反的元素融合起来 以达到平衡 比如 你们要将谦卑与骄傲融合起来 以达到平衡 要将爱助 只三维的人性之爱与恨融合起来 以达到平衡 要将善与恶融合起来 以达到平衡 到最后 你们还要将二元对立与非二元对立 融合起来 以达到平衡 你们每融合了一对相反的元素 并在其间达到了平衡 就离自身存在的那个中心点 平衡点更近了一步 最终你们会完全回归于那个点 在那里 你们是与高维自我完全对齐 并连通一致的 这就是扬声 在三维中寻找平衡的过程 有点儿像那种高空走钢索的表演 大多数修行者都得手持长杆 不断调整姿态 缓慢地向前行进 大师们则不用长杆也能轻松走到尽头 因为他们的内在始终处于平衡状态 他们行走于平衡之中 他们的存在极是平衡 我问 怎么才能达到像大师们那样的平衡状态呢 佛陀说 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比较慢的方法 就是将两种相反的元素都充分体验够 把它们都体验到极致 这往往要用去很长时间 另一种是较快的方法 也是觉悟者们采用的方法 就是经常在冥想中返回内在的平衡点 去熟悉那种感觉 然后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觉察 调整自己的状态 不断地纠正偏离 我说 这种方法我知道 我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可昨天老子大师说 倒要千遍万话 不拘一格 那这种不断觉察 纠正自己的灵修方式 不是太死板 太拘谨了吗 佛陀说 当你们真正达到到的永久平衡状态后 自然就可以千遍万话 不拘一格了 但在这之前 为了达到那种永久的平衡 你们还是要小心 谨慎 勤勉地修正自己的思 言 行 我问 为什么得到后就可以千遍万话 不拘一格呢 那样不是很容易又失去平衡吗 佛陀说 你想象一个圆或一个球体 它有一个中心点 得到者的心 或者说意识永久地处于这个中心点 不会再偏离那里 这时那整个圆 整个球体都是它的活动范围 它可以把意识投射到任意一个点 呈现出任意一种状态 而不会偏离中心 这是因为当它从中心点投射时 总是会同时投射出两股互相平衡的能量 它们方向相反 力道相当 一个呈显性 一个呈隐性 比如说 一位大师从中心点投射出一种显性的骄傲 那他同时也投射出一种隐性的谦卑去平衡它 若他投射出一种显性的批评 那他同时也投射出一种隐性的宽恕去平衡它 因此无论他显现出何种姿态 也许在别人看来他是失衡的 但他内在始终保持住平衡 你明白了吗 我说 基本上明白了 这个道理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佛陀说 当你真正明白了这个道理时 就可以在变化与不变之间达到平衡了 感恩佛陀大师的教导 2020年10月15日 大天使迈克尔 凤凰涅槃 金之桥即11月11日满月门户 传导 C列分 10月和11月的扬升能量正在加速 亲爱的光之灵魂们 我们知道对于你们和地球来说 这是艰难的一年 这一年震惊 惊喜 冲突和分裂的事件似乎还在持续 这让许多人感受到了压力 疲劳和困惑 但是 我们希望你们知道 这是因为扬升过程正在加速 并且你们正飞快地进入更高的频率中 亲爱的们 的确 你们在这一年内完成了整一生式的体验 这是因为你们正在完成一个重要的体验循环 然后开始了一个新的体验循环 旧的循环是三维的 新的循环是五维的 此时此刻 这两个维度的时间频率是同时存在的 形成了一个混乱的涡旋 这对于旧的矩阵和网格的崩塌 并为新的可能性注入种子是必须的步骤 在这个介于两者之间的不稳定时期中 通常很难看到过程也很难知道哪些量子种子即将发芽 并显化出正在诞生的新地球 此时此刻最重要的就是要始终意识到什么才是重要的 也要始终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以及引起你们注意的那些频率 力求停留在和平与爱的更高频率中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接下来的十月和十一月 你们将需要保持平衡和居中 以应对在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十一日间即将出现的强大能量 十一月十一日天仙门的满月 凤凰是十一月十一日门户的象征 十一月十一日门户是极其强大的门户 可以让你们和地球调整自己的时间线 并随住你们的进化和显化 创造出新的更高的体验 在从十月的满月到十一月十一日的门户之间的这十一天的门户期间 相对于太阳 地球已经从天乘座转到了天蝎座 明亮的天蝎座α星主导住夜空 而星际频率是强烈而有力的 天蝎座的象征是蝎子 但鲜为人知的符号还有阴和凤凰 蝎子代表了天蝎座的下层或阴暗面 也就是本能和侵略性 如果某些人是冲动和无知的话 那么你们可能会看到它们来自动物的本能和侵略性 但是第二个符号 也就是鹰的符号 是代表着那些灵魂觉醒 并拥有看到整个大局的智慧的人 就像老鹰一样 它们可以在混乱中翱翔 敏锐的行动 但是亲爱的鹰们 你们中的那些正在和地球一起转化 转变和扬生的人们将会跟随凤凰涅槃 这代表了旧的和过去的事物的完全改变 以及新事物的诞生和持续的显化 凤凰是天狼星的星际导师们用来形容混沌创造过程的象征 它们称其为不死鸟 在它们的智慧故事中 不死鸟会存活一段时间 然后在这次生命的尽头燃烧并消灭自己 但是在燃烧的灰烬中会出现一只新的不死鸟 这个故事代表了生命和物质现实创造的循环过程 那些正在经历凤凰涅槃的人们会觉得 你们所熟知的一切都被带走了 你们可能会感到困惑、悲伤或愤怒 又或者 如果你们允许自己在接受和服从的位置 经历这个过程的话 你们可能会感到很平静 你们会知道自己正在遵循这造物法则 并让自己在自我和体验的新循环中获得新生 这将会非常激烈 并将会在11月11日这天到达11 11门户的高潮 金枝桥 从满月到11月11日 十月蓝月满月之后的11天将是新旧交替的桥梁 那些有意识和觉醒的人会寻求 以内在的和平与宁静来越过这座桥 保持冷静并保持平衡 大桥将于10月31日满月开启为幕 这是我们熟知的万圣节或万圣夜 在凯尔特节日中的萨温节 这也是西班牙文化中的亡灵节 这是两个维度之间的面纱非常薄的时候 这些节日都是为我们的祖先和灵性领域的祖先庆祝的 这段时间会与非常强大的蓝月满月对齐 蓝月就是10月份的第二个满月 这是金色多维桥梁的开放 这是祖先的和深层的DNA 疗愈和清理旧信仰和旧程序的完美时间 亲爱的们 放手并释放你们祖先DNA 终于经编码的所有过去的恐惧和故事吧 让自己感受与天使家庭亲近 并当你们准备好显化新地球的时候 呼唤他们来帮助你们疗愈和平衡 当满月能量到来的时候能量会随之放大 因此保持在爱的圣心殿内并且不让自己陷入愤怒和分裂是非常重要的 在美国大选期间随着人们情绪高涨会很有可能陷入愤怒和仇恨 我们请求你们不要陷入分裂冲突和二元性的能量中 因为这必将把你们拉低到旧的崩溃的三维现实中 相反 你们要专注于通过光之金桥而通往11月11日门户 当地球进入天蝎座Alpha星系统的能量区域时 天使和银河家庭会为你们提供支持 而天蝎座Alpha星的光之理事会会为你们发送支持能量的光之代码 当你们在11月11日前往1111门户时 能量会继续累积 1111门户本身是由天蝎座Alpha星人和卯素星人所保有的强大的意识之门 或者说时间、空间之门 并且它也是离银河系中心、银河系中心太阳最近的门户 因此银河理事会对1111门户的能量也很感兴趣 你们会收到一波钻石光之代码的传输 以协助完成这个过程 而这个传颂门的最终能量会是伟大的母亲、神圣女性或神的存在的能量 她们的爱之存在是对所有人的神圣之爱和同情 当凤凰在天使之火的笼罩中涅槃时 这些强大的能量传输会加剧低维度的混乱 但是,我们亲爱的姨们啊 我们请求你们把内在只眼聚焦余光的金桥上 并充满感恩地通过十一十一智慧门户 当不死鸟 凤凰开始显现出新的形式和形状时 混乱越是剧烈 新事物的繁荣和诞生就越是强烈 我们祝愿你们在这个强大的时代充满感恩和爱 永远记住 你们永远都不会孤单 你们永远都被爱住 被支持着 你们只需要请求,天使就会与你们同在 可以 improves 补福 全部通过 每个月 深H 的 词 只 杨 融 投的 也